广西柳州螺蛳粉 因其鲜、香、酸、辣、爽的特性 成为风靡全球的网红小吃 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品尝 还培育出文臭丝等新职业 近日,在广西柳州市 螺蛳粉品牌罗满地的第二代文臭丝 李任捧起塑料桶中腌制的酸笋 仔细嗅闻着酸笋的品质 李任负责的酸笋仓库里 整期排列着400多个大小不移的胭脂缸 他每天凭借自己的鼻子 为螺蛳粉灵魂酸笋把关 他从小便嗅觉灵敏 这份天赋让他得以胜任这份工作 从初中开始吧 就发觉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嗅觉会很灵敏 宿舍啊、教室啊、化学实验室 基本上都能闻到那种非常微弱的那种气味 新鲜采摘的酸笋泡水后 在经过一段时间发酵 便可腌制成散发着独特味道的酸笋 凭借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 李任可用鼻子灵敏地分辨酸笋腌制程度 但他也表示 判断酸笋的好坏 光靠鼻子可不行 酸笋的话 它每段时间 比如说20天跟30天 三个月或者是一年之后的这个酸笋 反映出来的这个味道是不一样的 因为那个气味比较浓烈一点 基本上就可以判定 比如说是它这个酸笋是正常的 酸笋的品质好坏的话 我们不单单就说是虫纹 还要就是说是观察 它的色泽 一般是蛋黄 还有这个笋体 还有它的鲜维含量 如今的李任 也被大家称为第二代文臭师 与第一代文臭师仅凭嗅觉判定酸笋好坏的方式不同 经过李任鼻子出把关的酸笋 将被送入实验室中 通过专业仪器进行更深入的检测 在螺蛳粉大规模出货的同时 保持灵魂酸笋的高品质 除了就是说是那个一代文臭师 所必须具备的那种转因素养以外 除了二代文臭师的话 就是说在一代的基础上 通过科学技术的一个检测 检测判断它的那个PH值 线维含量 酸度 还有更细一点的话 就是说它所含的那个菌种 菌种含量 李任表示 文臭师工作并不如网络所言 那般简单 它需负责酸笋的采购 储存 及生产制检等全流程工序 每次竹笋采收时节 李任都会下乡常住数月 爬上山头挑选最优质的竹笋 如何指导笋农们更好的种植竹笋 也成为它未来的工作方向 我们这边的话 以后的话也是会去指导笋农这边的话 怎么样有效的科学种植这个竹笋 怎么样采摘 怎么样那个培育 这一系列过程 这个的话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方向